乱港头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因涉嫌三年前刑事恐吓一名记者 以及涉嫌组织和参与去年8月至10月 参场未经批准的集结被起诉 案件压后期间他获准保释 但被限制离港 5月22日上午 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法官黎运腾 要求取消禁止他离开香港的命令 但遭到拒绝 二与此同时 他申请取消定期到警署报道的命令 由于控方没有反对黎运腾批准申请 今年72岁的黎智英 目前有四宗案件在身 共面对六项控罪 在刑控记者一案上 黎被控一项刑事恐吓罪 该案已排期在今年8月19日 在西九龙法院开庭 一旦最终宣判 黎智英可被罚款2000港元 及监禁两年 22日上午约10时 黎智英抵达高院申请更改保释条件 希望法官可批准 他在保释期间离港 不过法官表示 黎没有提供具体离港的计划 他很难做出考虑 在休庭约10分钟后 黎一方要求暂时搁置申请 法官最终批准及要求 据港媒报道 早前该案裁判官准许离 现金4000港元保释 并禁止黎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 该案于5月5日首次提讯时 黎智英为了换取 可以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 一度提出可将保释金额 由现金4000港元增加至10万港元 也就是增加至原来的25倍 几旦仍被残判官拒绝 这意味着他在保释期间要一直留在香港 另外 李也涉及去年三宗未经批准集结案 被控两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 及三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该三宗案件将于6月15日 在西九龙法院再讯 黎智英可能自知处境不妙 在近日接受太美采访时 他疯狂表白了CIA 我很想CIA 我很想美国影响我们 我很想英国影响我们 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唯一能够撑下去的 外国的势力是现在我们非常需要的 不过黎智英等乱港分子的如意算盘 或许要落空了 就在21日晚 13届全国人大三四会议 举向新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张叶随介绍 本次大会将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对此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振中表示 绝对支持全国人大涉港应案 这样可以填补现在香港对于分裂国家 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法律真空 不会让遵走法律漏洞的乱港分子逍遥法外 很讨厌一些反对派议员 经常跑去外国畅衰香港 叫美国制裁香港和中国 他们应该受到国家安全法的惩罚 感谢观看